节目会很有意思 怎么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各种各样的文化 都是需要传承 流行文化也是同样如此 比如讲像我 70年代初生人 明明60年代的人 我刚好可以给你看身份证 我1971年生人 对 你呢 我是1981年生人 我们俩差10岁 对的 你 1991年生人 真的假的 真的 我们俩差20岁 那是真的 零叔叔 还有 就是 我们再倒推回去早一点的话 其实我可以做他爸爸 那大哥 爸 大哥 我们这个节目已经跨越30年了 等一下 1991年生人 我们在舞台上的 有比1991年再小生人的吗 阿姿 92年 还有 阿姿是92年生人 在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 年纪最大的是夏老师 夏老师 夏老师你说你是61年的吧 61的吧 不是啊 我2001的 哈哈哈哈 烧了 不是 我是吃那个 那个炸鸡 养炸鸡那个抗生素长大了 一下就长大了 ok 还只是鸡翅这一部分 那因为 我是觉得流行文化也需要传承 我想问各位 有没有看过当年有一部 在我 我想 大概三四年级的时候 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超红的一部电影叫少林寺 有看过的请举手 看过啊 阿泰你有看过少林寺 我看过 你确认你看的是少林寺 就是小龙 然后带着很多小朋友一起在那里 搭搭的那个 是小龙 那个是什么 你看的是乌龙院 好不好 谢谢你啊 是李连杰演的那个吗 对 锦爷 李连杰演的那个 对 对 对 就是这个 少林 来 老师等一下 谢谢 谢谢我们的老师 你来唱一下 我知道你只有歌练很久 你唱一下 少林 少林 你唱的是 猴哥 猴哥 开玩笑 ok 好 少林寺 当年真的 风靡全中国 是 非常火的一部戏 刚刚这个是少林寺的那个片头的音乐 男生小合唱的一个版本 叫做少林寺 还有什么歌曲 我会大哥 片尾曲我会 片尾曲你都会 对啊 来 我 思 以 张 公 哈哈 片尾曲 不是这首吗 你是要放了20年以后 涂空刚突然想起来来一首片尾曲 是 别唱功夫的吗 好 ok 其实中间还有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插曲 有人知道吗 呦 呦 呦 季则希你敢举手啊 好 来 你告诉我答案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刘欢唱的叫 大鹤 想跟刘牙 天生的星星 参拜 呦 不是吗 那不是 那是水虎专 我知道 我想起来就是 他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是李连杰为了 过一个关 然后他就是 十八童人 演那些山羊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那首歌 那首歌 那首歌应该 情节有点对了 应该是那个牧羊曲 哎呦 当年的流行音乐上来讲 牧羊曲绝对属于 快智人口 深入人心 回家问爸爸妈妈 一定都会唱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郑勋来老师为了我们先带来这首 牧羊曲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水灰潸潸 陌生轻轻草 月花香 山花枪 歌儿跳 羊儿抱 举起便儿 轻轻药 笑就马上遥 马上遥 欢迎 欢迎 欢迎郑雪岚老师 欢迎 非常欢迎 好 郑老师您帮我们回忆一下 这首歌具体是哪一年 这个部电影拍摄好之后 是在海外先放映的 在海外好评如潮了之后 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82年才到了中国的电影院里 那其实这个戏 当年真的是风靡全中国 而且其实今天我们 请郑雪岚老师来 因为我听说您最近 马上要在上海开一个 个人演唱会 我敢说全场 我们今天在 所有在台上的人 只有我看过你的现场 在没有拆掉的上海文化广场 对 东方歌舞团的演出 对 我去看过 你去了 我去了 记得小的时候 唯一的看演唱会 在上面穿白色西装的 就是东方歌舞团 是吗 彭康亮 中国最好的 《南梯音》的演唱会 《南梯音》 在低 好 好的 今天的主题是传承 三十年的时间 我想先问一下 你印象当中 你听过的最早的流行音乐 谁的 Sissi 周旋吧 周旋 你厉害了 厉害了 叼牙歌女啊 叼牙歌女 那个算是最早的 老上海的歌曲 老上海的歌曲 好的 小陈 新白娘子 新白娘子传奇 对 那个时候了 是通过电视的 OK 好 明白 阿通沫 讲老歌的时候 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但是我一看斯文家 突然脑子里冒出一首歌 是一首老歌 老和声瞎声 吃话宅 小和人又交代 女人是老虎 女人是老虎 千万了就会 好 李娜的 女人是老虎 OK 阿兹 就那个 大海能够 什么什么 张雨生啊 张雨生的大海 那也已经 比较后期的了 你该不会是在春晚上 看小沈阳唱的 OK 来 来 阿娜 我听的是那个 星星点灯照亮 照亮 照亮 星星点灯照亮 照亮爸爸吧 这后面什么什么 政治化的歌曲 对对对 星星点灯 好 季泽西 听那个双结棍长大 这是我觉得最老的歌 OK 好 也明白 基本上都符合你们的年纪 最老的是双结棍 你看 好 周杰伦 真的不要出来混了 郑老师我想了解一下 刚才我听了他们说 他们听到的最老的歌 好 您最近听到的最新的歌 还有新的歌 对 我们要公平一下 我们要公平一下 对对对 应该是传奇的那一首 传奇 那个 有那一首 但是我只知道中间那两句 中间那两句 中间哪两句 您经常哼哼的是中间那两句 想你是你在天边 哇 想你是你在眼前 哇 想你是你在脑海 想你是你在心天 哇 好听啊 哇 唱到心里 传奇 真是真是 但是 我想看看佳佳 唱这首歌什么样 就唱传奇 你是不可以为难他吗 这老师今天可以教他吗 对啊 我教你 我我那种 你可以低一点 你不要跟我一样高 因为我们俩的声线 肯定是 不一样 对对对 你知道我上不上去 哈哈 是吗 来啊 来啊 你是你在天边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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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就按照这个来 想你 想你 拜托 来了 开始 想你是你在天里 想是你在人情 好 谢谢 很棒很棒 声音很棒 太好了 但是为了配合你 我们不能叫星光现场 我们要改一个名字叫 黎元春 没有 我已经把一首流行歌曲 唱出了戏曲的韵味 是是是 特别像玉菊 好了 好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这样好了 各位同学 今天给你们一个太好的机会 老歌扫盲班 好不好 我们请郑老师来帮我们做评委 对 普京 你们现在可以自由地下来 你们信得过斯文嘉的 就站斯文嘉后面 信得过东东的 就站东东后面 每个队输了 我们要有惩罚的 好不好 来 下来吧 郑绪兰老歌扫盲班 开课了 家家东东 各带一队 大比拼 答错 则要穿上一件 八十年代的服饰 体验过往岁月的情怀 到底谁会得胜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第一道题 请听题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内地第一首 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曲是 A 香烈 B 荣花 C 大海啊 故乡 要求是 不仅要说出答案 还得唱两句 我们 来啊 我知道 是C 大海啊 故乡 然后怎么唱呢 就是 大海啊 大海 你就是我的家 你是 你 好吧 大哥 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不会唱 来 你先说 我们是荣花B 雪荣花 雪荣花 你这唱的是 A 德尔 外 荣花 会唱吗 对吗 还没有 我们再说 我们再说 我们小脸 小脸 小脸 你什么都这个调是吧 李古怡老师的歌 李古怡老师 唱啊 对对 你的声音 对 对对对唱的对 唱的对 都都都对 对所以我们对了 耶我们是初 这个算对了呢 应该是相恋 应该是相恋 对 相恋 对 这首歌 它是用气声唱的 所以它遭到了很大的反对的风机 这个这个这个声音 所以呢 就大家特别的关注这首 你的声 得加点气声 你要加点气声啊 你 对 你的声 对对对 你怎么 你这是为这样气了 我们我们来听听郑老师 教教你一下怎么是气声啊 你 你的声音 你的歌声 大哥我已经学会了 你 你的声音 你 你没有学到精髓 你有点缺氧啊 说的对 对吧 没有学到精髓 精髓是老师的那个表情和眼神 要孝掌 你来 这次不要起 一个声音 你自己调起高了 我说你刚是一口弹咳住 来来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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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一想 你 你跑到 你一人去了 你 你 你是不是受过这样的教育呢 就是比如说玉琪 对 我以前是唱戏的 老师 所以 什么都是戏 你可以 你可以吗 表情 有点意思 你发现了吗 你发现用这种方法唱的时候 对就很难 继续的控制非常难 会走掉 他对继续控制的要求很高 第二节稍微好了一点 好 没问题 那这个不管怎么说 算你们赢了 我们赢 那我们就可以打扮他们中的 任何一位 一位只能选一位 那我们总是 就是这种时刻要 队长要冲在前面的 对不对 打扮你打扮谁 不要急我帮你们选一位 好吧 我们就要你了 我们就要你了 就要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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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处于我跟你关系比较好 上面的尺寸你都穿不下 只有这一件你是穿得下的 去吧 去吧 在那张路灯的下面 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 也不去到家 关键是你干呀 这件衣服已经摊了 它有洞的 所以真的是有年代的 这件衣服是真的有年代 这个衣服是不是当时就是还蛮流行的 这个衣服如果在当时的话 是最最时髦的 要到那个参加盛大的这种宴会 或者是盛大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节日才能穿的 就相当于现在去参加派体的一些二胎 其实我觉得我穿件衣服可以参加什么派体的 就是也是一个演唱的派体 然后从背面看我其实还蛮女性的 然后 你的生意 没有 你看就是这个衣服 其实真的能够找到对当年流行的元素 你看是泡泡秀 可是因为他的胳膊太粗了 粗了 被称化了 接下来第二题 中国早期的MV当中 哪一个投资最大 A 我们是黄河泰山 B 沈小岑请到天涯海角来 C 李霜江 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全核 我知道 C 我爱五指山 我爱万全核 确认吗 对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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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 这个不用唱 这个不用唱 你说一下大概投资多少 这样好吧 我给你看一下 我们找了一段 你看一下 你预估一下这个投资是多少 来 开始 我爱五指山 有航拍啊 我爱万全核 火部堆满啊 双手 尖过火 而且还有群众场面啊 大概猜一下吧 预估一下 五六十万 不是太奢侈了 不会的 三十万 多少 三十万 三十万 恭喜景爷答对了 这个MV的投资就是三十万 在当年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对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对啊 原来你就是当年的里面一个群作演员 对啊 不要多了 你们谁出来吧 好 则夕来吧 则夕 则夕 我们的编导太不容易了 居然还找到了假领子 我的妈呀 那个年代是不是特别流行假领子 对 其实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多少衬衣 对 没有多少衬衣 物质生活也不是很丰富 那这个还是起源 发源应该是在上海 好的 是在混搭风吗 就是那 这个 这个现在就所谓 如果你去海南岛的话 导服嘛 对 对不对 这个就很多导服 这不是跟阿童木是姐妹装吗 就是 绝对的导服 而且刚刚我跟正徐南老师在讲的 最近这个又回潮了 对 对啊 很多人要买一套 然后而且必须要找当年的回力球鞋 就变成潮人了 所以潮流是这样的轮回的 轮回的 流行音乐其实我觉得也应该有这样的 有这样一个 那我们接下来下面这道题 应该是正徐南老师的 专属的一道问题 来 请看 是吗 专属的问题 国内最早的 红遍全国的旅游歌曲是 A 太阳岛上 B 我要去桂林 C 北京的金山上 C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 好 停 好 C是你们的答案 B 我要去桂林 我要去桂林 有了钱的时候什么我绝对时间 我要去桂林是韩晓演唱的 韩晓当年这个是第三届东方凤云榜的十大金曲 那一年我已经工作了三年 不是 我要告诉你那一年 太阳岛上 太阳岛上 唱啊 唱出来 太阳岛 太阳岛 那就是我们的太阳岛 好 你反正今天不管什么歌你就这么来 好 好 北京的金山上 是这个中间年代最久远的一首歌 但是跟旅游没有任何关系 对 太阳岛上 告诉各位 原唱在这边 而且 这首歌是我的成名作 对 而且必须要听原版 现在原版已经听不到了 原版的时候是 原版在这边 太阳岛 原版 对 夏威夷的吉他 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 对不对 夏威夷吉他 夏威夷吉他 原来你是在模仿夏威夷吉他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郑老师那个年代唱的时候就唱 哪有 这是前奏 这是半奏 这是前奏 太阳岛上你会唱吗 不会 你会唱吗 明媚的夏日里 阳光多么晴朗 美丽的她的眼睛 多么令人神光 爱着吹掉的雨满 带着录音的梦胀 我们来得了太阳闹上 而且 我反正就去录音 录完音以后就忘记她了 忘记她了 但是请允许我 请允许我说一件当年的往事 我有一个亲戚 对这首歌耿耿于怀 是啊 因为她觉得你 她被你和关桂敏老师骗了 忽悠了忽悠了 因为真去了 我在这 我跑到那儿啥都没有啊 太多的人因为这首歌去了 然后所以现在这个岛子 修成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大公园 就是因为这首歌 其实当年的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 听着 明媚的夏日的天空多么晴朗 美丽的太阳道多么灵人声光 带着我春鸟的雨满 爱着鸣鸣的红墙 我们来 楼梁在阳道上 我们来 楼梁在阳道上 真的好听啊 太好听了 我跑步已经到了太阳岛的感觉 好 仰光品味 然后用游泳装也穿上了 对 那咱们这样好吗 这首歌就纯粹普及一下 谁都不必输 但是下面这首歌就要判出胜负来 好 以下哪首情歌时间最早 A 康定情歌 B 敖包相会 C 马铃尔想来玉鸟唱 来 B 敖包相会 敖包相会 好 别急 别急 这样吧 错了就打扮你好不好 好 好 那这个一直在说C 马铃尔想来玉鸟唱会唱吗 不会 你们把妈也抢过去都不会 把妈也抢过去 因为你要唱了 因为我觉得编导不会 就莫名其妙去找一个那么难 谁都不知道的一个歌放在这边 所以就是有完全 她说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说谁都不知道的歌 你回去问问看家里人 有没有看过阿什马 对 对 没急 看红的 阿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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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陪阿什马回家相望 就这首歌 我跟你讲 要按你这种唱法的话 这首歌当年没有可能供应的 你知道吗 没有就是我唱歌的时候 传递出的是欢乐的机会 好 确认了吗 确认了吗 康定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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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了半天那么快了 最后是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 林海大哥 我们先说在前面 这个我们听队长的 但到时候呢 我们输了之后 队长出来换衣服 好 没问题 康定情歌 康定情歌 我们请郑徐兰老师 来帮我们判定一下 康定情歌的老保险会 都是明哥 都是明哥来的 明哥呢 他就是非常久远的 也许他传了 好久远了 好多好多好多代了 明哥因为很难去揪他 他到底是什么年代诞生的 到底具体哪一年 谁更早 我们查了一下资料呢 康定情歌 大概是40年代的作品 好 但是我们尊重评委的 评委说很难揪 那么我们下面这 再来一道题 最后一道题 好厉害 一题定胜负 请听好 以下哪一首 不是87版电视剧 《红楼梦》的插曲 A 《望宁美》 B 《红豆曲》 C 《女儿情》 来吧 B B 《红豆曲》 《红豆曲》肯定不是 C 因为我记得《女儿情》 应该是《诗游记》里面的插曲 是他到女儿国以后 女儿国国王唱的 好的 好 确认了是吧 对 C B 《红豆曲》不是那个 《红豆曲》是那个 《红豆曲》怎么唱 《红豆曲》 还没好好的感受 那是王菲的《红豆》 《红豆曲》 好 好了 这是我们要请教一下原唱 原唱在这边 《红豆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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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真的 好 所以来 思聪 Yup 你们又输了 你们说怎么办 阿吹 最后来看一下女装 阿吹 你就把这件穿上我看看 Far aconte 很帅的她穿的 很好的 这个应该算是 那个年代的工厂服 工作服 对 工作服比较多一点 郑老师我想问你一下 那个时候流行音乐 您听点啥呢 那个时候就是 我在录太阳岛这首歌的时候 我录完了以后 在录音现场的一位先生 他跟我说 他说郑修兰 你是不是 我听说你跟邓丽君学过 我说我去过东南亚 但是我没有跟邓丽君学过 他就觉得我的歌风呢 跟以往不一样 那今天能不能在现场 听您唱一首 唱一个我在我印象当中的 记忆比较深的一个 叫再见了我的爱人 好 OK 来 有请 谢谢 推不会这么亲爱的 喝一个小的一口 不在心跟邓丽君学过 别完成了他的爱人 结果 开众 结果 入联盘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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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永遠永遠愛你 耐心 希望你不要把我發起 我永遠懷念你 溫柔的情 懷念你熱狂的心 我永遠懷念你 溫柔的情 懷念你甜蜜的我 懷念你 還會忍一個情 怎能忘記這段情 我的愛再見 不知哪日再相見 再見了 我的愛 希望你永遠不要把我忘記 永遠不會把你放進去 我們也許還會有見面的一天 不是嗎 goodbye my love 我的愛人再見 goodbye my love 相見不知哪一天 我把一切給了你 是我你要珍惜 我永遠懷念你 溫柔的情 懷念你熱狂的心 懷念你甜蜜的我 懷念你那罪人的歌聲 怎能忘記這段情 我的愛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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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个中间 对歌比较熟悉的是敬爷 但是看上去 年纪最老成的是小陈 小陈听说你一直有一个问题 很想问郑老师是吧 我可以有一个冒昧的请求吗 随便什么问题 我可以叫你妈妈吗 我觉得叫妈妈有点 有点over了 有点over了 如果你非要叫我妈妈 也可以啊 是因为你的歌声 就像跟我妈妈给我的温暖一样 好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这也是当年正确了是不是 这是妈妈唱的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 请问吧 我的问题就是就是妈妈 现在演唱会不是很景气 像王丽红这样开演唱会的 都那个卖不出票 赚不到钱 那你能赚到吗 你觉得我能赚到吗 我觉得妈妈你的境界 应该不需要钱了 就是你可以把演唱会的门票 送给大家 我能不能卖票 就是说看我的历史 在北京作物续席 这样的现象也令我费极 我觉得我不应该能够把票卖光 然后那个就是保黎剧院的总经理来跟我讲 说的他确确实实这个剧院已经好几年没有卖光过票 但是我觉得其实小陈你这个问题问的就有点多虑你知道吗 多虑 你不多虑 记者多虑 这还没有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你看我们的夏老师做了半天了 夏老师好 其实今天对于夏老师来讲 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个扫盲 因为我们刚刚说的那些历史阶段 夏老师是完全没有机会听到过也了解过 对 我的确是完全是忙的 完全是忙的 OK 好 你说你不忙的那块 找到忙 但是我们夏老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心理专家 对 我们今天为您准备了一道题 这道题全场的人一起做 都可以 都可以 这要测试呢就是说 你听到别人评论你 哪下列哪些字眼 你听了会很开心 OK 好 第一个是慷慨 第二个是富贵 第三个就是男的就是帅 女的就是漂亮 OK 第四个就是知性 第五个就是神秘 只能挑一个 我想挑两个行吗 你先说第一个选择 可以啊 第一个我作为我这个专业 如果我是个普通的人 不是这个专业 我会挑另外一个 但是作为我这个专业 我会挑最后一个 神秘 神秘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您会挑 第二慷慨 慷慨 好 慷慨 要给大家 什么都给 慷慨 神秘 把我的爱给大家 好了 那到你了 富贵 何事 知性 你不是挑漂亮吗 我哪有这么肤浅 我是知性的主播 知性 你呢 我们每一排挑一个好不好 你呢 你还没有挑 都已经写了 我看一下 知性 知性 好多人都挑知性 但是慷慨 也有挑慷慨的 有神秘的 有帅气的 知性和神秘 秘密也是 神秘 你是唯一一个富贵的 对啊 就我一个人的富贵 你是唯一一个富贵的 而且没有人 只有我们的季泽西选的是帅气 大哥你还是你 我是吗 我认同郑老师的 也是神秘 神秘 对 对 那我们现在揭晓 这个题目呢 是测试 你心里的一个心魔是什么 心魔 心魔 就纠结的是什么 对 就心里的一个纠结 或者是一个砍 好 来 那我们先 先来富贵好了 好 那富贵呢 你这个心魔就是 财迷心窍 就是说 逆圈见邪 你这个人 你这个人呢 你愿意坐在宝马里车里哭 不气 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 对吧 哪怕宝马里面坐的是东东 自行车上坐的是我 好 明白 总之呢 像这样子的人 除了你有钱之外 你就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好 所以还是要放下 原来 有这样的内心心 都白痴了 都白痴了 对 所以还是要放下对钱的概念 你就会想到更多的快乐 好 然后大多数人当中有知性 我刚刚看了 好多女孩子 知性 知性 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的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 应该喜欢别人夸她漂亮 都没有选知性 好吧 对啊 怎么没有人选C 对啊 C呢就是漂亮 有那个 只有一个 好 漂亮帅气呢 通常你的心魔呢 就是 好色之土 我说这个好像不算准 不是很准 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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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色之土就是呢 基本上你是一个好色的人 你很贪图别人的美色 所以你这个人同事也会有 容易有区别心出来 容易会去选择人做朋友 是不是就是外貌协会的意思 对就是外貌协会 住住外表 然后呢你也会贪恋自己的美色 所以你也会自恋 自恋 我没有美色啊 对 自恋 那如果严重呢 就很容易成为自大自以为是 OK 明白 知性 知性呢 知性的心魔是 作茧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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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茧自负的意思是 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爱恨情仇 我们呢想活得快乐 尽量做个不沾锅 可是你刚好相反 你像个麦芽糖 把亲情 爱情 友情 全部都粘在一起 OK 你非常在乎 所以你永远就是活在别人的眼中 你甚至不知道真正的自己是谁 我究竟是谁 我究竟是谁 您是河南电视台李渊春的主持人 我原来是这样 好 OK 那神秘 选择神秘的林海和郑旭兰 心魔会是什么呢 广告后为您揭晓 表面上你是个追求梦想的王子 但事实上 你可能是个逃避现实的乞丹 不要钱 不要爱 甚至不要家 你人生就会 穷的只剩下命 那神秘 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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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神秘的心魔就是痴心妄想 痴心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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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心中很多想法 很多甚至不切实际的想法 讲好听点是梦想 理想 但事实上是幻想 所以有的时候表面上你是个追求梦想的王子 但事实上你可能是个逃避现实的乞丹 哈哈哈哈哈哈 哥哥原来你是个逃避 慷慨的心魔呢 就是活要面子 就是你这个人呢 非常爱面子 非常注重别人怎么看你 然后所以呢 你可以为了面子 不要钱 不要爱 甚至有些人甚至不要家 那如果你是这种非常严重的人呢 到最后你人生就会穷得只剩下面子 好 所以教题很阴暗 教题很阴暗 心魔 心魔 就是心魔嘛 那就看你的魔是重还是轻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要请今天听了好多好听的歌 也听了郑旭兰 对人生和艺术见解的年轻的朋友们 来猜一猜接下来的三道题 都是和郑旭兰有相当大的关系 看看你们对她了解多少 好不好 来 第一道题 郑杰保持健康早餐 早晨她一般会如何锻炼 这个第一个是A 太极拳 第二个是牧羊拳 第三个是瑜伽 来 请选择 牧羊拳是什么拳 没有人选牧羊拳 牧羊拳就是唱着牧羊曲做太极拳 没有人选牧羊拳 好 小晨选A 太极拳 因为你觉得 因为修生养性比较好 C当时应该还没有吧 还没那么养气吧 没有 我说现在 说现在 你醒醒 好 审题不清 有知青年 得 智者千履必有一失 对 对啊 好 那也坚持A答案 全是C吗 您的答案是 你们那个选C的对了 我早晨起来 好 早晨起来 要做一节瑜伽 大概多长时间 大概是45分钟吧 你这个是有多少年的生活习惯下来 有好几年了我想想看 七八年了吧 七八年 那现在 阿童木跟小晨第二轮 机会已经没有了 接下来 开演唱会之前 郑旭兰在饮食方面有什么习惯 A 他喜欢吃穿菜 B 素食 C 进食 不吃 不吃啊 请选择 公泽就等你 只有季泽系一个人选了进食 嗯 保吹饿唱是吧 没有 因为那个 好像很多艺人在演唱会或者演出之前 他们都选择不吃东西的 对啊 所以我说嘛 保吹饿唱嘛 对啊 是吗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那景爷跟阿兹选的是穿菜 演唱会之前吃穿菜啊 为什么 开嗓嘛 因为我唱歌之前喜欢吃穿菜 开嗓吗 对 开嗓吗 对 会的 有这个效果的 真的吗 真的 对 尤其像有的人呢 演唱之前喝口酒啊 对 吃点什么其他的 抽烟 但我是吃穿菜 你是吃穿菜 吃辣的东西 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 公泽 好 恭喜 还又剩下四位 接下来还有一个 再让你们了解一下 郑雪兰老师其实平时 除了音乐之外 还有一个她的特别的爱好 她喜欢画画 好 请问 她的画画接近于谁的风格 梵高 龚崎俊 齐白石 阿兹这次第一个举牌了 别改了啊 别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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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理由的 我有理由的 因为只有鸡白石 我不认识 不 我想 我想 我想老师 应该是老师的年代的人吧 太可爱了 我介绍一个 我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 我有一个 跟你差不多年纪的小朋友 前两天他跟我说 我这个前一阶段 我看了一幅画我特别喜欢 我说哪个画家 在故宫博物院看了一幅 张大干的画 张大干 我到时候介绍 你们俩认识一下 他肯定也不知道 张大干是谁 对吧 真不知道齐白石 好 那这个要补补课 真的要补补课 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位画家 齐白石先生的虾有其非常 画虾画得非常非常的好 好 龚泽 只有你选的是龚泽俊的 你觉得 郑旭兰老师的画 接近龚泽俊的风格 龚泽俊很好 他画的漫画都很有名 然后我是觉得 全场看下来 因为我觉得老师性格很年轻化 很活泼 我觉得他平时业余爱好 像前面瑜伽他都会做 那我觉得他可能会喜欢画漫画 就是洋气的方向 对 很洋气 好 你要知道齐白石是水墨 龚泽俊是漫画公笔 而梵高基本上是油画 是油画 两个女生选的是油画 那你给我你的理由 郑老师就是因为平时吃不到油 所以只能在画画上 多沾一点油水 你们太厉害了 郑姐你平时画画是需要 有画架 有油彩的那个笔 然后在那个画布上画油画的吗 我是在学习油画 梵高 您这道题答完有两个获胜 安娜和阿呆 您愿意把礼物给哪一位呢 我应该给她 阿呆 阿呆 漂亮可爱 谢谢你 谢谢阿呆 好的 好了 那今天通过这个节目 一方面我们了解了一下 郑屈兰老师这些年的一些情况 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要传递 其实在上海有很多很多郑屈兰老师的歌迷 终于有机会 是6月的 23号 6月的23号 东方艺术中心 东方艺术中心 尤其欢迎小朋友们来 要好好的去听一下 那今天最后的这个时间 我们让大家先听为快 就请郑屈兰老师来唱一首 也是她的歌曲当中的代表作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来 再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你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爱情 唱吉他 心中充满欢乐 没我唱吉他 心中充满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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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童年一时旁 妈妈留给我一时 他几乎是六七十年代生人的流行音乐启蒙者之一 低调源于时代 更源于性格 三十年的人生魔力 辉煌和低谷他都淡然走过 但只要站上舞台